他有点紧张 竹人小心翼翼打开纸箱 就怕会惊吓到小黑熊 两年前台东县海端乡管园部落竹人 在香蕉园内发现了一只诗青的幼熊 在台东领馆处协同相关单位协助 小熊穆拉斯经历近十个月的照样与训练 终于在去年五月回到中央山脉进行野放 并在颈部庄上追踪项圈 持续观察小熊的行踪 当时在野抱的时候 我们在他的脖子上面 配挂了卫星最终的景圈 主要也是要收集他在野外的一些生活资讯 那在这一年多当中 透过卫星回传回来的资讯 让我们了解到他在山上移动的轨迹 台东领馆处表示 由于小黑熊穆拉斯野放后配挂景圈 已有13个月 为避免影响黑熊后续的生活 选择在景圈电池尚未失效前 透过卫星解除黑熊的景圈 而保育人员前往山区 也寻货海残留 扫寻穆拉斯毛髮的景圈 同时还发现周边书干上 还留下许多抓痕 研判阴事黑熊频繁出没的地区 我们会把景圈里面的资料 进行一个下载 也会进行资料的分析 那我们希望这些资料 对于未来我们在台湾 研究台湾黑熊野外的生活 还有它的行为模式 都是一项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小熊穆拉斯是台湾首例 已经人为照养野汛及野放的亚诚熊 台东领馆处也呼吁民众 尽量不要靠近黑熊出没的热点 让黑熊们能在森林中 悠悠自在的生活 原始新闻文件 跟大家台东市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